Hello,大家好,我是大師兄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加密貨幣教學 今天我們探討一下 如何將某一些加密貨幣 由一個生態圈轉到另一個區塊鏈的生態圈 其實最近就有比較新的技術 讓我們可以更容易去做這件事 我今天就稱這件事就是我們的光明頂隧道 就是讓我們在不同生態圈的區塊鏈 可以互相傳遞不同的加密貨幣 由一個生態圈到另一個生態圈 那麼我們小廢話 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那麼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鏡頭 其實做這件事 那個光明頂隧道 我們就叫做Satellite Exeter 在這個鏡頭上就有那個連接 去到互聯網的站 那麼它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它是把六個不同的區塊鏈的生態圈 連在一起 就是好像一個不同 很多條隧道的一個合一的隧道 讓你可以由不同的生態圈 轉你的不同的加密貨幣來來去去 這樣 也包含六個不同的加密貨幣生態圈 包括地球月 宇宙 雪崩 波卡月光 就是Moon Beam 幻影 Phantom 以及多邊形 Polygon 那麼它這個其實就好像一個乾坤大萊爾 一個組合來的 那麼如果你練成這種武功 那麼基本上你就可以 算是練成了乾坤大萊爾成功了 那麼 那麼 好了 我們首先介紹一些簡單的東西 關於這個Satellite Exeter 那麼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很快 就是只需要幾分鐘就搞定 第二個好處就是它不需要用以太坊去包裝你的蜜蜜 就是不需要wrap你的蜜蜜 再進行 再用以太坊去運輸去另一個不同的blockchain 第三個好處就是它很便宜 就是它這個隧道收取的費用是0.1%的費用 那就跟你的比較昂貴的以太幣的抗供費呢 就相差很遠的 所以呢 就是從一個經濟角度來講 如果 國下的資金不是特別豐厚 或者你做的交易量不是太大的話 那就比較人性化去運用 就是比較適合一些散戶 都可以去 有本錢去做這些流動性滑礦的活動 那幣端是什麼呢 就是隧道的負荷太大了 那就是前幾天嘗試過 就是那個隧道是跨了的 下降了的 那就進行收復了 那就是所以呢 就是這個新技術其實 仍然在進步的當中 就是仍然有很多東西 就是一些developer 這些coder呢 是有些微小的東西 可能需要跟進或者更新它 令到它可以更加好的服務 好了 那麼我們首先呢 就講一下 我們怎樣去將這個 光明頂隧道打通 那麼這個步驟就是 第一個步驟呢 我就在我的電論做一個模擬的示範 就是假設我們由 TERRA 就是這個地球月亮的生態圈 去到APEX 就是Avalanche 就是雪崩這個區塊鏈裡 那麼我們呢 第一步呢 我們就要在一個 那個網站 首先我們去到這個網站 你就要 首先呢 你就要連結了你的caplow wallet 在這個右上方 你就要連那個 那個 就是你已經安裝了你的caplow wallet 因為如果你要由 TERRA轉去Avalanche 你是需要用caplow wallet 那麼在這個視頻呢 我就不會一一解釋 怎樣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在 之前另一個視頻已經解釋過 怎樣去 設定這個wallet 好了 那麼你就要 首先你就要連上這個網站 我已經連了 他就這樣做 approve他 那麼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 connect你這個caplow wallet 就按這個按鈕 好了 那麼我其實那些LUNA幣 就還沒進到那個caplow wallet 那我就按鈕 我想提多少 那我就按提款 那他就會問我 你要快慢還是一般速度 那我一般速度也可以 因為 免費嘛 那麼 那些帝就轉回我caplow wallet 那我現在就可以回到剛才那一頁 就進行回到剛才那個步驟 那他應該就會出現 在這裡 好了 那我現在回去提醒 Catellitexler的網站 看看LUNA在哪裡 從頭開始 第一步就是select chain 就是你想從哪一個鍊 去到另一個鍊 那我們就選擇TERRA Destination 哦 asset就是你想轉個幣 那我們就轉LUNA走 那麼那個 Destination chain 就是那個去向那個鍊 那個目的地就是Avalanche 這個例子呢 那我們就選Avalanche 那第三步就是 將你的metamask 地址 貼在這裏 OK 貼在這裏 然後就按 connect wallet and transfer 那你就 sign in 之後的步驟 你就是把你的caplow wallet connect去這個 這個 Stella 就是我們的光明頂隧道 那他就會問你要轉多少LUNA走 那麼 那個手續費就是0.1% 那當然你就不想說轉太少 但又不想說轉太多 就是你看看你自己 你要留下少少LUNA在你的區塊鏈 去進行 gas fee的抗供費 所以呢 我一般就不會說 將全部的LUNA轉走 那我就留下0.2個LUNA 那我就轉走28.8個LUNA 那我就按Deposit via IVC transfer 那他就會問你 肯不肯這樣做 那一般的抗供費呢 他就有低一般和快 那價錢差不多 那就選快 一毫二 就給他 那就approve 那你簽了個名 他就 給他把那些幣 由你caplow wallet的LUNA 就轉了去這個光明頂隧道 那轉完光明頂隧道呢 他就會經過第三個步驟 接著他就會 隧道收了你的加密貨幣 你看到月幣在這裡 那他是收取了一部分微小的收入費 就是0.1% 所以我轉28.8個LUNA 其實就是收了28.77個LUNA 所以有時候你轉款也要 預算少少少 因為如果你說你轉了這麼多 他會扣少少少的 那他到你的錢包 實際上就是不是你之前打的金額 是會少跌那麼多 那我們現在就等那個Blockchain 等區塊鏈的交易進行 那他在回錢了 那他就 第四步就說已經搞定了 那就是已經過了帳了 那我們就開我們這個Google Chrome 那個Metamask的那個 那個 那個連接 就看看我們的 然後確定你在Avalanche 那個區塊鏈那裡 因為你 現在你轉了錢進來這裡 所以你調查你的資產 你都在這個區塊鏈裡面 那 然後你可以怎樣 調查在Snow Trace這個區塊鏈的 那裡就看到你 用那個區塊鏈的交易 應該過一段時間 就應該看到你的幣在這裡 好了,剛才我 skip了一個步驟 很重要的步驟 沒有做到的 但在我的 slide 上面 其實是有一一列出來的 那 slide 連接 我一會兒會放在 description 下面 歡迎你們去重溫那些步驟 那當你的Metamask 怎樣加Luna 進去呢 原來那個Token 是叫XLR Red Luna 那你就要在Luna 你在Avalanche的 下面的Token 在access下面 你會見到import token 那就是把那些Token 顯示在外面 那你在Snow Trace這個網站 就搜到這個XLR Red Luna 你就找到那個Token 那個智能合約 那個區塊鏈地址了 那你就 打進去 你就copy paste過來 然後就add custom token 加進去你的東西 然後你就看到 有28.771個Luna 在我的狐狸錢包裏面 然後這28.771個Luna 現在就可以在AVEX 就是Avalanche這個生態圈裡用了 那我們今天就嘗試 把這些Luna幣 就 看看 放進去一個Protocol 裡面 那我們就去到這個BP Finance 這個網站 那網站連接 我又都會放在我的slide裡面 就在這裡上面 你也看到的 那我們就嘗試找一些Pair 就有AVEX和Luna在這裡 我打Luna BP Finance沒有Luna的 你可以去Pangolin Exchange這個Protocol 這個Protocol 就好像有Luna pairing 如果我們想做一個Liquidity pool pairing 就是做一些流動性挖礦的活動 我們就可以在另一個Protocol裡抄襲 我們進入Pangolin這個網站 我們就去按 Protocol 然後就去Farm 然後去Version 2 然後就看到不同的挖礦池 等它更新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這些DeFi 這些去中心化流動性挖礦的這些站 其實是鼓勵你們去買這個DeFi的保險 其中有兩家保險 在這裡介紹一個就是Nexus 另一家就叫insurance race insure race 那如果你去用它們的連接的referral 就有打折的 如果你買一個保險 policy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去這些保險 Defi保險的公司買一個Policy 你最好就用它們平台的幣 幣種去付費 那你就會可能有七八折的優惠 另一個辦法就是 如果它不出現 你可以自己進行你自己的Pair 那你就 就是把你的APEX和你的LUNA 5050 一半一半的對半 加進去的利益Pol 那我在上一集 DeFi的教學 就已經講過說 就是如果你最好 就將兩種幣種 是會在一個大市的波動 那時候 通常是向同一個方向走的 譬如如果大市是漲 那兩隻幣都是漲的 或者如果大跌 那兩隻幣都是跌的 那你的無償風險 你的unpermanent loss 就會降到比較低 就是在你兩個幣種 匯率是不是太大的波動和差價 的當中 就是如果它們不是相反的 一個漲一個跌 那就是對你最有利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 流定性滑礦呢 其實就是 你可以收取這個平台的交易費 一個小的百分點的提升和佣金 那個平台賺的錢呢 它們會將它們的平台自己本身的幣 好像譬如這個pangolin 它的幣種是叫png的 那如果你參與在這個流動性滑礦活動呢 除了你的本金的收益之外呢 它們會送一些額外的自己平台的帝總給你 作為一個獎賞 就是鼓勵你在它的生態 就是在它那個 Yield Farm那裡去挖礦 今天呢 我們就不會將這個liquidity pool 進行什麼了 因為呢 原因是因為我的APEX 就不是很足夠 那我就要把它轉進來 如果我想做LP的話 但是呢 我們去到我們的slide 那其實呢 這裡呢 有更多的資訊在這裡 因為呢 你如果你是要 就是這次的示範 就是做LUNA的轉走 但是如果你想把你的美元轉走 那你就要 用這個slide上面的方法 其實這個步驟是一樣的 但是呢 你那個APEX 那個UST 那個美元穩定幣 那個區塊鏈的地址是不同的 那我就現在就已經是貼在這個powerpoint那裡了 第三個步驟就是那個snowtrace 區塊鏈的那個核查的網站 按下這裡就可以看清楚它的真假了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區塊鏈地址 它是假冒的 就是可能它的似無似樣 它的名字是 但是其實它裡面是空空如也的 那你轉錢的時候 你很小心了 因為有時候它說帳戶的名字 可能是AVX UST 但是可能它呢 是空的 它只能不能說空的 它是純粹是一種 可能是一種 詐騙的地址 就是希望你 你查東西的時候不夠謹慎 你就會把你的加密貨幣傳進去那個錢包 那你就拿不回那些錢的了 所以就要很注意 就是 做這些活動的時候就要很小心 還有要核查了那個資訊才可以賺錢 還有如果你是有什麼疑問的話 盡量去諮詢一個在這個領域裡 比較有經驗的人 那麼那個token symbol 在那個metamask是一模一樣的 你呢就是要將那個 你又要去回你的AVX的生態圈那裏 那你就要按import tokens去 import你的新的token 那又將第二部這個區塊鏈的地址 就貼入到這裡 這個token symbol就是ust 是6個數字 那是6個小數點的 那如果你加得對的話 那ust就應該在這個狐狸錢包那裏 那這裏就是那個ust的錢包了 那因為我已經轉走了去protocol 所以我這個錢包是沒有ust的 暫時 但是你又見到由我這一項已經交入 如果你做得對的程序 你應該看到你的ust 或者你其他的AVX裡面的生態圈的幣種在這裡 是剛才我剛才講關於LUNA的步驟 亦都在slide上面 好了 那這裏就是示範的原筆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疑問呢 歡迎留言 如果你覺得這個頻道 是對你的DeFi的知識有幫助的 那就點贊 訂閱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有想學這件事的人 那就可以爭取更高的收益 那就擺脫放在銀行 然後賺了接近0%的利息 就把你的資金轉進去做DeFi 那平均的收益其實是浮動的每天 每天都浮動的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挖礦池 如果越多人參與 那個收益率就會降低 會降低 那麼 DeFi 它的去中心化 因為它是沒有監管的 所以是有某程度的風險 就是如果它的知行合約 是有一些毛病啊 或者有疤症 那可能會被黑客入侵的 但是呢 一般的知行合約 通常都有審核 還有核查的 都大部分 95%其實都是相對於安全 但是呢 我今天分享的事情 是不可以當成專業的投資的建議 那就鼓勵大家做自己的功課 去做一些研究 看看資料 衡量一下風險 和對回報 如果你們有什麼疑問 可以留言給我 那就希望大家學完這個DeFi 教學就可以領悟到乾坤大樂而成功 那就用光明頂隧道打通 各生態圈 祝大家練功成功 下次呢 大師兄再和你們會一會 好了 清吉山不改 綠水巡流 後會有期 好嗎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